美國是世界經濟的領頭羊,但你知道為何美國宣布升降席,會讓全世界都緊張嗎? 美國升席跟遠在台灣的我們又有什麼關聯? 美國為什麼要升席? 由於新冠疫情導致美國經濟衰退,失業率攀升,美國聯準會在2020年3月兩次緊急降席,使利率趨近於0, 並且實施無上限量化寬鬆政策,簡稱無限QE,無限量的收購公債與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 促使市場流通的貨幣增加,進而刺激企業借貸、投資,再間接帶動民眾就業與消費提升。 此舉雖然挽救了經濟和失業率,但因市場資金太多,導致資產價格、股價、房價、上升、物價也上漲,反而造成通貨膨脹。 為了減緩通膨,聯準會於2021年底決議縮減購債,同時準備結束QE,並啟動升息。 聯準會是什麼機構? 大家貫稱的聯準會,其實並非單一機構,而是指聯邦準備系統,Federal Reserve System,一般簡稱Fed,地位等同於美國的中央銀行,是獨立的組織,不歸屬總統或任何行政機關管轄。 但美國總統對聯準會主席和理事務有提名權,聯準會也需受到國會監督。 聯準會包含三大主體,聯邦準備理事會,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,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,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,簡稱FOMC,12間聯邦準備銀行,Federal Reserve Bank。 其中,聯邦準備理事會為最高管理機構,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負責制定貨幣政策,聯邦準備銀行則是,銀行的銀行,負責確保金融體系運作正常。 升息,一碼,究竟是多少? 一碼等於0.25%,半碼等於0.125%,聯準會每次升降息的幅度並沒有固定標準,從半碼,一碼到兩碼都有可能。 端看當時的經濟情勢而定。 例如當聯準會希望快速壓抑通膨,便有可能一次升息兩碼甚至三碼。 美國升息對世界有什麼影響力? 美國一旦升息,會讓世界各國資金流進美國,以賺取較高的利差,因此會造成美元升值。 他國貨幣相對貶值,這時外債較多,經濟體質不佳的國家,恐將受到嚴重衝擊。 也因為美元是世界流通的最主要貨幣,各國經濟活動,商品進出口都會直接受到對美元的匯率影響,連帶影響的將是全球企業的營運,和所有人的消費與投資。 升不升息,與日常生活中的我們有什麼影響? 升息除了對整體經濟,資本市場產生影響,對於個人理財,資產配置又會帶來什麼衝擊呢? 1. 匯率。 美元走強,換匯要花更多錢,假設美國如外界所期升息,各國資金就會湧向美國,美元也會就此走強。 擁有美元的民眾能因此償到資產增值的甜頭。 但對於需要換匯的人而言,美元走強並不是好消息,因為這等於要用更多新台幣才能換同樣金額的美元。 2. 貸款,壓力增加,需思考提前還款的可能。 升息後銀行貸款利率增加,將衝擊負債者的還款能力。 經濟學人,分析,民營部門,非金融業者等,會面臨更大還款壓力,尤其是房貸足,以房屋貸款1000萬元,利率1.5%,分30年貪還計算。 只要利率上升0.75%,總利息將增加約134萬。 除了房貸,車貸,信用卡利率也會上升,建議思考提前還款的可能性。 如果是房屋手購族,更要留意升息帶來的影響。 3. 儲蓄,有利於定存族,但整體經濟恐受影響。 升息後,銀行利率也會走升,將有利定存族賺取利息。 雖說定存族的利息不會馬上大增,在利率還有機會上升的條件下, 選機動利率或向短天期定存靠攏,是賺銀行利息的兩大原則。 不過,也因為錢存起來能獲得更多報酬,所以民眾可能會比較少花錢,景氣恐會受到影響。 4. 股票,錢可能從股市流回銀行。 一般來說,升息對於股市是利空消息,民眾會想要將錢放在銀行中賺取無風險的利息,而非投入高風險市場。 不過,股市發展不僅只有利率考量,還有整體經濟、企業評價等因素,升息後的股市表現仍有待觀察。 5. 保險,對利率變動型保單有助力,市場利率走升,有助利率變動型保單利率宣告。 指,保單用來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的利率是變動的,可享有更多利差空間。 至於固定利率保單,待到利率環境提升後在投保會相對有利,升息之後會相對較好的時機。 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,歡迎訂閱點贊,我們下次見。